美國總統奧巴馬譴責伊斯蘭國激進分子斬首美國記者詹姆斯佛利 奧巴馬表示 詹姆斯佛利的人生以及殺害他的兇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美國要認清伊斯蘭國組織 他們在很多城市鄉村私暴 用內肉的暴力殘殺無辜以及手無寸折的平溫 奧巴馬總統表示 伊斯蘭國激進分子通過在敘利亞及伊拉克持續不斷的野蠻襲擊 以及斬首佛利 拍下殺戮佛利的過程 張貼到網上顯示出他們的殘暴 奧巴馬表示 中東地區的各國政府和人民都必須共同努力消滅這個毒瘤 不要讓它繼續擴散 對於這種意識形態必須其次鮮明的貧氣 美國都認同這一點 這就是伊斯蘭國的組織在21世紀是沒有肉身之地 較早的時候 美國官員證實激進分子發佈的一段展示佛利被斬首的可怕視頻是真實的 而佛利自從2012年11月在敘利亞進行報導時失蹤 再無音訊